你就是王翠花是吧 是我 带走 王翠花过来 我告诉你 这个方案老板明天早上八点钟之前就要要 今天晚上你务必加班加点 我不管你是不睡觉 不上厕所还是不吃饭 一定要做出来 听到没有 还有 做完之后 这个署名的地方要空出来 不要写你自己的名字 我要写我表妹的名字 听懂了没有 我告诉你 你要好好干 你知道你这个岗位 有很多人在排队 我都没有同意 你要能干呢 你就好好干 不能干 明天我就让你滚蛋 听懂了没有 能干 过来坐 快坐 走 表妹我带你去买 好 周厂长 周厂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憋的高材生 怎么在我们公司干保洁啊 我来的时候那个朱厂长说了 让我先从基层做起 就给我安排了一个保洁的工作 朱厂长说的是吧 我给他打个电话 喂 朱厂长 带着你那个表妹 一起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对 就现在 哎呀 老板 你别给朱厂长打电话呀 他一直都看我不顺眼 他知道这事会把我给开除呢 我还有一个八十岁的爷爷在住院呢 我的弟弟妹妹都等着我赚钱给他们交学费呢 这样啊 这怎么办呢 这样 哈岁花 你先别着急啊 别着急 等一下他们过来呢 我们把这事好好聊一聊 好吧 然后呢 这个方案啊 你看一下 眼熟吗 方案 对 你看一眼 认识吗 我不认识 确定不是你做的哈 不是我做的 别骗我哈 我没见到这 老板 你表哥呢 我表哥在忙一会儿就过来 在忙 是吧 这样啊 那个 这个方案是你们设计部门做的 对吧 对啊 然后呢 设计的很成功啊 咱们这个裤子上市之后呢 销量很好 董事会决定啊 是要给你们这个设计部门发奖金的 哎 奖金的事情别着急啊 然后这个方案是你们设计部门谁做的 我 你做的是吧 那这样啊 这个方案呢 我还有一些不清晰的地方 能再给我讲一讲吗 不清晰 行 哎 这样 这个方案不是你做的吗 方案你直接拿了 你呢 直接拿这个裤子给我说就行了 来 那我照着设计部不是更好吗 不是你做的吗 你们应该都了如指掌吗 对吧 行 老板 你看 嗯 这是一个广短裤 我知道 松紧腰的 嗯 这还戴两个鞋带上 加绒 加厚的 你沉热了吧 行了 都戴上去 还鞋带 你怎么不说它是头绳啊 你会不会说 那好像是头绳了吧 到后边站着 后边站着 我问你啊 朱厂长 这个方案到底谁做的 这写我名的吗 黄翠瓜 是写着你名字的 方案是保洁做的 保洁做的是吧 附厂长 我问问你啊 你怎么想的 人家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 辛辛苦苦熬夜 加班加点做出来的方案 你让你表妹去冒名鼎气 你怎么想的 啊 他一个农村人给他做保洁 就已经很照顾他 农村人 朱厂长啊 跟了我这么多年 你瞧不起农村人是吗 怎么瞧不起农村人 就是抬高你自己吗 我没记错的话 你也是农村出来的吧 在我公司啊 也是一步步从基层 我把你提拔上来的吧 怎么 现在赚到钱了 日子过好了 放本了是吗 还有你表妹 这整个天穿的画质招展 在公司有什么好险 一点正事没有 知道吗 这不是自己人好管理 那人好管理 我又没有把公司交给你啊 我告诉你 你表妹 我一分钟都不想看得到 听见了吗 出去 出去 老板你消消气 消消气 还有你啊 朱厂长 争了我这么多年了啊 这个事呢 我不想弄得太难看啊 你啊 现在去财务结算下工资啊 你也可以滚大了 生种了吧 老板 怎么 能不能再给次机会 是吧 可以 我给你机会 你给他们机会了吗 啊 这么好的人才啊 在你手里差点的埋没掉了 如果我没有发现 你想想会有什么后果 我告诉你啊 别跟我说那么多没有用的 我一句话都不想听 现在去财务结算公司可以走了 听没有没有没有 出去 是这样啊 刚才呢 这个方案呢 包括这个裤子 你介绍的都很好 很专业 也很详细啊 然后呢 我想啊 把咱们公司这个设计总监的位置 就交给你来做了 好吧 真的吗 是 然后呢 这个方案呢 就交给你 之后所有的方案都由你来设计 好吧 好 我一定加油 然后还有这样啊 是刚才我说到这个奖金的问题啊 咱们公司呢 也是闪罚分明啊 这个奖金你拿着 这么多 然后啊 你加油好好干 干好了 咱们还有年底还有奖金 好吧 好 谢谢老板 我相信啊 是金子走到哪里都会发光的 加油 加油